大家好 我是常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湯 是我們廣東特色 傳統的湯品 就是白菜乾煲豬骨 材料有白菜乾 一兩 新鮮的白菜 一斤 這個就叫做 金銀菜 由小白菜 煮熟後曬乾 二成 玉米一條 紅蘿蔔一條 蜜棗三個 薑一塊拍扁 鮮骨一斤 斬桿飛水 蠔豉十隻 提前泡針 洗乾淨 材料放入鍋內 白菜 新鮮的白菜 等到煮熟了一個小時後 先放入鍋 現在先不放 然後加入適量的水 我這裡的材料 份量是4人喝的 就加大約16碗水 大約16碗水 大約16碗水 湯就可以了 湯煮熟了一個小時後 把新鮮的白菜放進去 湯煮好了 放入適量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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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發一下 多謝